還記得嗎 昨天中國大陸才指控 這個美軍的軍艦 吉福茲號闖入了仁愛礁附近的海域 美國軍艦都還在附近 今天馬上俄羅斯的反潛驅逐艦 崔布茲上將號也在南海巡航了 好消息來源是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宣布的 說他們今天呢 在亞太地區遠航任務的框架之下 俄羅斯的艦艇呢 是穿越了新加坡海峽 開進了中國南海的水域 同時呢這艘軍艦呢 它是屬於俄羅斯海軍無味級的反潛驅逐艦 那上頭呢 它所配備的武器 包括了飛彈啊 魚雷啊 炸彈啊等等呢 都是鎖定針對攻擊潛艦來設計的 好你看到呢 美國跟俄羅斯的軍艦一前一後 來到南海 互別苗頭的意味很濃厚喔 那這個俄羅斯的艦艇呢 來到南海巡航 而他們的總統普丁也很忙 普丁這週特別忙確定了 主要是呢 普丁他是再度不甩國際通緝令 他又要出國訪問了 時間點就在明天 克里姆林宮呢 在剛剛最新宣布了 普丁將在週三六號的時候 出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跟沙烏地阿拉伯 普丁是海灣型快閃一天 禮拜四的時候呢 普丁要在這個俄羅斯的莫斯科 要接待伊朗的總統萊西喔 那你看到呢 這俄羅斯跟伊朗還有沙烏地阿拉伯 還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這三大產油國都有合作的關係 根據俄羅斯官方公布的消息 普丁這一回快閃中東 主要是要探討石油減產的問題 同時呢外界也評論了 普丁這一回非常緊鑼密鼓出訪的行程 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是非常罕見的 兩個最新提供給您了 兩個最新提供給您了